今天要为大家讲述一个男女共测的专题 研究动机是过年期间去庙里上香总是人挤人 去厕所时也是人挤人 女生总是比男生麻烦 因为男生上厕所比较省时 而女生比较久 造成女厕外大排长龙 突然灵光一闪 如果能以使用人数多寡调整男女厕所的比例 就能缩短女生排队等待的问题 和老师讨论后 回想自己的专长是可城市控制 设计这样自动化的电路不难 因此开始收集相关资料 决定电路设计的方向 我们的研究目的在设计符合经济效益 同时能有最大使用率的公测 具体目的为 1.新设的公共厕所 在建筑法规下 设计更有弹性的使用比例 2.旧有的公共厕所 在符合经济效益与现有空间下 做出最大的使用率 3.推广性别友善厕所 落实性别平等 4.更科技化的厕所 让使用者觉得更安全、贴心 无性别厕所想法若能成真 应能带给公民更高的生活品质 我们的特色有 1.将部分男性马桶改为性别友善厕所 疏解拥塞的问题 2.当女侧使用人数超过男侧 性别友善厕所将男方的门自动上锁 仅供女方使用 3.当性别友善厕所有人使用中 男女皆无法开启 并且从男生侧进入性别友善厕所 只能由男生侧离开 女生侧一直是上锁的 并借由指示灯 指示厕所使用状况 避免敲门的尴尬 首先从男侧进入无性别厕所 男性按压外侧开关电锁解锁 此时男侧指示灯显示绿灯 女侧指示灯显示红灯 如无人进入厕所 则电锁上锁 男女厕所指示灯 皆显示绿灯 但如果有人进入 则电锁上锁 男女厕所指示灯 皆显示红灯 使用完毕后 按压另一侧按钮 无法将电锁解除 必须按压进入侧按钮 才可将男性厕所电锁解除 此时男侧指示灯显示绿灯 女侧指示灯显示红灯 当厕所门关闭 男女厕所指示灯 皆显示绿灯 当女性厕所使用人数 到达上线时 此时男侧指示灯显示红灯 女侧显示绿灯 则无性别厕所 仅供女性使用 女性按压外侧 开关电锁解锁 此时女侧指示灯显示绿灯 男侧指示灯显示红灯 如无人进入厕所 则电锁上锁 女侧指示灯显示绿灯 男侧指示灯显示红灯 但如果有人进入 则电锁上锁 男女厕所指示灯 接显示红灯 使用完毕后 按压另一侧按钮 无法将电锁解除 必须按压 必须按压进入厕按钮 必须按压进入厕按钮 颈产品 请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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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顺 nutritious